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兩個話題 首先想回顧12月13日到15日舉辦的美國和非洲的峰會 有些評論員說這個峰會實際上其實是美國想學中國對非洲的政策 想抄我們中國 一會兒我想跟大家講講 第二個話題就是塔利班最新宣布了一個新的法令 就是禁止阿富汗的女性接受大學的教育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講 我先講的是美飛峰會 在12月13日到15日舉辦的美飛峰會上 美國總統拜登一如既往扮演慣常的把戲 一邊在演講中高呼 非洲成功就是美國成功 一邊拉攏著摩洛哥的首相 一起看世界盃 許樂支持非洲國家會成為至二十的會員 甚至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的理事國 美飛峰會兩屆峰會相隔漫長的八年 拜登政府對於非洲可以說是廢盡心思 但是落到實住的究竟能夠有多少呢 執著大國對抗思維的美國 是不是在模仿中國的對非戰略呢 從這次峰會來看 盡管我們不能夠說美國是完全模仿中國的對非戰略 但實際上是存在從中方取經或者借鑑的因素 從整體來看 美飛峰會的內容並無新意 美國試圖開出一些更具分量的政治經濟籌碼 目的是為了希望將非洲拉到自己的一邊 美國四處在拉幫結派 還是出於對於中國戰略的焦慮 其實中國只要發展好自己 將非洲方面的合作做得紮實 美國人再著急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在拜登任來 美飛在7月召開了工商的峰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是今年的第二次訪問非洲 近來美國可以說是頻頻向非洲示好 12月12日 也即是峰會開幕前的一天 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 美國未來三年會向非洲投資至少550億美元 在經濟、衛生和安全方面為非洲提供支持 美國將會任命一個新的總統特別代表 來落實這次峰會的承諾 拜登本人更是在14日放話 他說美國將會為非洲的未來壓上全部 講得相當大 對於美國政府畫出的大餅 實際上最終能夠落實多少呢 當然需要時間去驗證 但是這一方面我可以告訴大家 美國政府的紀錄就認真是一般的 在美國2014年的第一屆美飛的峰會上面 曾經對非洲作出了大量的承諾 然而在峰會過後 奧巴馬政府反而削減了在非洲防治外資病的資金 而且總體上是減少了對非洲的援助 美國政府開出了怎樣的承諾 講些什麼其實是不重要的 因為講的是容易的 重點就是他們兌現的能力做不做得到 這次又會不會是好像上次這樣 落到是口位而實不至呢 只有一個講字呢 比如說講到在投資的550億美金上面 究竟怎樣去分配給什麼國家呢 是落實在什麼項目上呢 一點都沒有講到 我們經常講 要講聽其言觀其行 其實用在美國的身上實在是相當適合的 在承諾沒有落地之前 只能我說 拜登政府的確是比特朗普 是重視非洲 因為特朗普是非常之 其實是鄙視非洲的 至於但是 拜登是不是真的想幫助非洲 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或者幫助非洲發展他的經濟呢 我們就真的要看美國 後續的具體政策 儘管白宮頻頻造勢 但比之前事隔8年才召開的 第二屆美飛峰會 我們看回中國 中非合作論壇已經走過22年的歷程 中國外長每年年初都會訪問非洲 這個優良傳統已經堅持了32年這麼久 特別是對非洲經貿的領域 中美的差距更加明顯和實際了 在1950年 中國和非洲雙邊的貿易額 只有1,214萬美元 但到了2021年 中非的貿易額已經達到2,540億美元 而去年 美國和非洲的貿易額只有643億美元 至於今屆美飛峰會 外交部發言人 在13日表示 支持非洲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中國始終秉承真實 拿非洲作為一個鬥爭的權力競技場 好 現在我們講講塔利班頒布最新法令 禁止阿富汗的女性去接受大學的教育 這其實就是12月20日 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臨時政府 頒布最新法令 要求禁止女性進入大學接受教育 法令一致頒布是即時生效 直至令行通知為止 此後有塔利班的官員表示 禁令只不過是暫時性 不是永久的這樣說 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長表示 這個決定在阿富汗內閣會議上作出的 那麼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 就向阿富汗的大學發信 要求大學立即暫停招收女生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杜加里克 就說這個做法令人不安 他說這個顯然是塔利班再一次違背承諾 自從塔利班掌權以來 我們看到阿富汗女性的空間是越來越小 不單止在教育方面 還有在公共場所方面 道加里克就批評說 這個是另外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舉動 他說如果沒有女性積極參與教育 他很難想像一個國家 將會怎樣可以發展 怎樣去應對面臨所有的挑戰 然而塔利班政府為了自己的決定 就進行了辯務 他們說這一種的限制是為了要維護國家的利益 和女性的榮譽 這麼說 據報導塔利班在2021年8月15日 奪取了阿富汗的政權 當時他是承諾尊重女性權利 會採取溫和的施政方式 但是呢 至今為止 仍然是對女性上學和工作有私家限制 苦慮是被禁止重返政府工作的崗位 也都被禁止使用健身房、公園等公共設施 今年5月 塔利班最高領導人 阿洪扎達就正式下令 女性在公共場合 要完全遮蓋自己 包括面部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